这个hotel还开着吗 对 这个是hotel 这个hotel还开着 对 是一个私人的拥有的一个hotel ok 但是以前的话只有他们一家 后来的话新增了另两家在this town 所以他们家现在竞争多了一些 这边的沿岸叫在布拉萨楼 这边是有很多退休的本地人住在这边的楼盘里 很多公寓 对 很多公寓 它主要是朝着圣劳伦斯河 是有河景的 这个楼后面就是圣劳伦斯河 所以一些老年退休人很喜欢住这里 对 退休人可能打理不起他的house了 就把他的house卖掉 然后买一个condo 这边的很多加拿大的本地人 就会成为候鸟一族 冬天会去南边 弗里达加勒比海地区生活 夏天就会回到蒙特利尔 所以他们也不想用一个house 因为house的话相对来讲比较麻烦 condo的话 把钥匙一锁就走人 还可以一走走六个月无所谓 到年龄大了 孩子也大了 最后他们就把house卖掉 然后就选择去住condo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子呢 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 是一个香港老移民 他们现在把他们的house卖掉 就是周游全世界 Dorsal的话 香港人比较多是吗 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 来了很多的香港人 之后呢 大陆人呢 是大约在2000年以后才过来的 华语呢 最早是客家化 台湾人和香港人 粤语为主流 到后来就是普通话 蒙特利尔呢 相对于这个温哥华和多伦多 这边普通话的 徐学量反而是更大的 蒙特利尔的这个大陆人 其实更多 那布鲁萨的区名是怎么来辨别的 或者怎么来分的呢 对 布鲁萨呢 这边挺有意思啊 他的街名呢 都是以字母开头的啊 如果这个你看到字母 上面写的都是L 那就是L区 如果写的都是C 那就都是C区 嗯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R区的 这个大house 这个房源啊 是我们独家代理的一个房源 我们到了 哦 王总 这个房子好大呀 是 这是R区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house 挺气派的 嗯 王总 那这个房东是做什么的呀 呃 这个房主呢 是 呃 华人老移民啊 来这儿有40多年了 是香港的 在这边呢 做餐一夜的 哦 然后现在年龄也大了 退休了 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生意卖掉 然后把这个house卖掉 换了一个condo 嗯 然后去在这个南部那边 美国南部呢 买一个度假别墅 冬天在美国 哦 对对对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然后呢 左手边呢 你先看到呢 这个是一个客厅 对 会客厅 呃 一层的话 它主要的是呃 会客吃饭功能 并没有这个睡觉这个功能 是 所以一层呢 你看到左手边 刚开始是一个客厅 这边呢 是一个饭厅 对 吃饭的饭厅 然后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一应俱全啊 冰箱炉头 洗碗机 这些都是一应俱全 这边的话 是一个family room 就是家庭房 家庭房这块呢 他们有这个钢琴啊 鱼缸啊 还有沙发 孩子可以在这边烤篝火 这边有壁炉 对吧 烤篝火可以看电视 汪总 我看这个整个屋子的一个结构非常的好 而且一周的窗户很敞 然后房东打理的也挺干净 就是显得房子好像稍稍显得一点成就 是什么原因呢 对 这个老移民在这边居住了很多年啊 他们把这个房子打理确实特别的好 但是呢 他们又没有做全新的装修 所以还是很原来的这个状态 对 所以房矿 整个房的结构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呢 新搬来的人也可以做一定装修 毕竟他的结构在这 没错 结构在这的话 里的是个社区 周边的这些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的 在R区嘛 南岸的R区呢 是 也是南安布鲁萨最好的一个社区之一 没错 所以的话这个房子呢 搬过来之后呢 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装修的空间 对 对 稍加打理一下 然后再翻修一下 整个感觉 有提示 主人也非常有品位啊 你看这些做的这些装饰啊 对 我们上二楼看一眼 二楼的这个 呃 是相当于居住睡觉的区域啊 上面的这个区域呢 呃 卧室非常多 而且特别漂亮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区域 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一下主卧 主卧的房间也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舒适 它这个结构确实非常好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通通 对 而且采光特别好 特别好 主卧的浴室 主卧的浴室呢 也同样是一个原装的状态 房间足够多 可改工的空间都非常大 非常大 对 然后我们看其他的卧室啊 总共是几间 它其实可以讲二层是五间卧室 外加一个带 这个可以叫做带 所以一二三四 五间卧室 五间卧室 两个卫生间 对 两个卫生间 一般在这些不如下去区域那四卧楼上 都算很大的 是 这个是五间卧室 而且每间卧室都大 这个带也非常的好 在这边坐沙发上可以看书 还紧张那个阳台 对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阳台 这阳台的采光特别好 我们打开出来看一眼 站在阳台上呢 夏天的时候在这边 喝个茶 喝杯红酒 非常惬意 是 嗯 看他们外面的风景 非常的惬意 好 这边的卧室呢 现在目前主人拿它当做一个书房 当做一个书房 办公室 这边是另一间卧室 这边是浴室 它的卧室非常的多 是 对 足够病夫家里多的人了 而且我注意到这边还有一个天窗 还有一个天窗 对 这个天窗也是自然采光 没错 这个房子呢总共是有八间客房 其中五间客房在楼上 三间客房在地下室 总共有四个洗手间啊 其中三个洗手间是带领域的啊 其中一个是一个powder room 就所谓的一个不带领域的一个洗手间 对 一楼呢一般是不带领域的 因为它是没有居住的这个需求的 所以的话是会客吃饭的需求 所以的话一般一楼是不带预示的 楼上的二楼总共有五间客房 二楼呢总共有五间卧室非常大 所以这套房子它整个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好 你看这钢廳都有 还有鱼缸还有井里 然后沙发电视机 这是房东要包家居的节奏吗 可谈 可谈 可以谈的对 这个房子觉得怎么样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首先它的就是万里面非常的气派 是 这个房子呢整个的这个格局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对 需要一些装修 对 但是它的框架是非常好的 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 请与王宇聪地产团队联系